有的选择低级韭菜 有种顶级思维就是莫非定律 你越害怕的事情 越容易发生 关注冷眼 压你 不再害怕 比特币大的要来 大的要来 昨天的视频说的非常明确 比特币的一个最大痛点 就在63,000美金附近 肯定会去突破61,000 这是水平的 昨天我们是在61,000这个水平做了一笔 比特币多头目前盈利接近有2000点的一个空间 那么如果它继续上涨 我们的多单会继续去获利 而且会出现一个滚仓的一个动作 继续去实现一个翻倍利润 接下来比特币的价格会不会继续上涨呢 答案非常明确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位置 目前比特币的现货ETF 就是出现一个流入的状态 而且前几天出现一个流出的一个状态 已经连续十多天 在这个6月25号的时候出现一个 持续流入的一个状态 而且都连续了好多天 那一直到今天还是出现一个流入的状态 说明整个市场又对比特币充满了信心 那导致了比特币再次经营上涨 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期权的一个痛点 那这几天我们要去关注 6万3美金的水平 他估计会围绕这个点 6万1以上的比特币 那最近很少会去跌破到下方的位置了 而且甚至到月底的时候 比特币还有机会能够去占上 6万5以上的水平 所以接下来比特币的价格 肯定是突分一猛进出现更高的一个上涨 而且大家已经错失了比特币最佳的一个买入的机会 你看现在的山寨币已经出现一个上涨了 而且这种上涨的话是短时间的一个上涨非常巨快 可能在一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就可以去涨几倍 所以这段时间肯定是一个狂欢 随着拜登的一个落选 那他的一个上涨基本上是16%左右当选 这个总统 那川普现在已经晋升为60%以上 说明川普对于这个加密货币又非常喜爱 所以是加密人的一个春天 可能会随着总统的一个选举 导致价格出现一个突飞猛性 在上一轮流失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总统的一个选举之后 那段时间比特币价格就一路狂涨一路狂飙 这种导致我们投资人非常非常兴奋 在四年前是吧 你看这种出现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上涨 那这次也不例外 肯定会出现一个大的一个价格发为移动 并且向上突破了更多的行情 很快就会出现了 我们沉寂已久的一个行情 我相信在这段时间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因为我们在最高点到现在的位置 已经震荡有三个月的时间 这三个月的时间 接近四个月的时间都一直在震荡 那面临这种震荡的行情在流失当中不常见 在上月的流失当中最多也就随便搞搞 两个月的时间基本上结束了 最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个位置 长达260天的一个时间 接近七八个月的一个时间 都在一个长时间震荡 回调 这次我们四个月 我认为三到四个月 基本上已经结束了这一波的行情 我们就看下方的MCD 能否在这个位置穿临走 这个位置如果实现金叉 像之前这种金叉的行情 那么一定要出现 那很明显现在的价格出现反弹 它这个位置形成金叉之后 它下一步来一个大的一个动作 让你出不及防 你上不了车 这就是这种情况 这种行情的话非常迅速的 你看之前它上涨的时候 用了一百多天的时间 就直接结束了牛市是吧 所以现在也是一样的行情是吧 一百多天的时间里面 基本上都能够把这个牛市结束了 如果这一轮上涨的话 它应该从现在七月份计算了 那五六个月的时间 那它也就到明年的一月份了 它的牛市就可以去结束 所以 我们可以大胆推算 以太坊 接下来 七月份它通过线为ETF 上市之后 它的一个价格 应该能够去上行到上方 那个4000美金以上的水平 而且昨天我们也说过 比特币现在是处于一个 非常低挖的一个价格 位置 而且的话出现一个恐慌 整体的情况 那肯定会出现一个大价格范围进行移动了 说明大家又继续去看好整个市场了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比特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彩虹图是吧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价格 一直是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比特币价格处于一个非常低挖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 现在要坚定的去持有是吧 还可以去考虑定投 现在的价格是可以说 6万3的价格 非常便宜 考虑继续买入 而且到达 8万多美金的时候才 考虑一个定投 那么 在10多万美金的话还是相对便宜 你到15 6万美金还继续持有 到20万美金才出现一个泡沫的一个情况 说明现在价格处于一个非常低挖的一个价格 如果是我 我早已经说 当然我买的价格已经占非常低的位置 在一个 17000附近 这个位置买进了 目前仍有 差不多几倍的一个收益 那以太坊也是相对 能够获利的一个价格 这么位置买就 之前我叫他进行买的 莱特币 以太经典点 以及 平台币 OK币是吧 那BGB这段时间买进 也是能够去赚钱 之前我们推断 他的价格 能够到达1.5到1.67 那他最高的位置是来到了1.5 所以刚好达到我们的目标价格附近 那 这段时间出现一个回调之后 那价格能不能继续再去向上突破 那因为他 最大的这一轮航行 在未来几个月又启动 可能就在这几个月之期间 所以大家去抱好大腿 紧紧去抓住就行了 而且出现了山寨币的一个反弹的行情 那意味着整体加密市场的话 就出现一个大级别的反弹 那接下来的行情一定要去抓住 如果大家不懂怎么抓住 可以去点击我的视频下方链接这里 继续冷眼怎么去交冷眼的一个VIP社群 冷眼去教你怎么去操作 点击我的视频下方链接就可以 那今天内容的话先分享到这里 大家如果没去关注冷眼 可以继续去关注冷眼 好我们下期见拜拜